首次以王后身份公开谈话 英国王后卡米拉四字句句 令人为之动容 英国举国上下则为十九号国葬 做最后准备 发放识别牌进行最后准备 女王叶琳时间只开放到十九号 早上六点半 各国元首也陆续抵达 美国向来对维安工作毫无让步 总统拜登享用特权 搭野兽专车前往悼念 与夫人吉儿低头默哀 欧盟职委范德赖恩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乌克兰第一夫人 也是毫无缺席 白金汉宫也举行世纪招待会 接待出席的各国政要 而伦敦时间十八号晚间八点 在首相特拉斯带领下 聚国默哀一分钟 另外女王灵鹫从西敏厅 以往西敏四时 乔治小王子和夏绿帝公主 则和父母威廉凯特一起走在灵鹫后方 由于这是五十七年来 英国首次高规格国葬 预计当天将有上百位国家元首齐聚伦敦 包含随行官员宾客等将多达五百人 还有数十万名哀悼民众用入首都 当局也加派警力驻守各区 规模更胜伦敦奥运和女王白金喜年 全面提升维安层级 在新闻 黄泉一报道